你看过这样的挑战赛吗 阿呆和阿瓜分别关在两个坚不可摧的牢笼里 他们要想办法从里面逃出来 第一个逃出牢笼的人有10万美元的奖金 你支持阿瓜还是阿呆呢 阿呆被关在一个能自由活动的大牢笼里 而阿瓜却被关在狭小的牢笼里 只能委屈一下他的大长腿 现在他们需要各种工具来逃离这个牢笼 而工具来源是土豪哥转动圆盘 给他们随机选择工具 第一轮开始了 土豪哥转动圆盘 只真停在锯子上 阿瓜因为牢笼空间狭小 只能拿到小锯子 而阿呆却拿到了一个大锯子 怎么感觉土豪哥有点偏心啊 阿呆的牢笼四周都是铁板 一用锯子声音就十分的刺耳 阿呆有点受不了 而阿瓜那边用得十分顺手 因为都是木板 它可以一点点锯开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阿呆戴上耳机要重新开始了 不过他这是什么奇葩姿势 我都要怀疑他下一秒要开始动敌了 暴躁的阿呆已经放弃治疗 开始取摸乱舞 土豪哥为了摆脱阿呆的魔鹰 赶紧进入第二轮 这一次土豪哥转到了撬棍 这次换阿瓜要一梦 木板这边根本没有缝隙 撬棍要怎么使用 难道说阿呆那边要开始逆袭了 你看过这样的挑战赛吗 阿呆和阿瓜分别关在两个坚不可摧的牢笼里 他们要想办法从里面逃出来 第一个逃出牢笼的人有十万美元的奖金 你支持阿瓜还是阿呆呢 土豪哥第二轮转到了撬棍 阿呆一改之前的封魔状态 开始利用撬棍撬动铁片 你还别说 真的很管用 罗斯直接被撬飞了 阿呆现在十分亢奋 给他一个支点 他都能撬动整个地球 而阿瓜那边没有缝隙 只能自己创造缝隙 用之前的锯子弄出一条缝 再用撬棍把木板撬开 效果很不错 成功取下一大片木板 果然脑子是个好东西 不能只靠蛮力 别像阿呆一样撬不动就发疯 紧接着土豪又开始了第三轮转盘 这次的工具是一把镊子 但是阿呆一拿到镊子 就把它扔在地上 继续用蛮力和铁板较劲 最后铁板竟然真的被他给掀开了 这小伙子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另一边的阿瓜拿到镊子后 就开始剪开外面的铁片 这个工具来得太及时了 土豪哥又转动了圆盘 这回他们获得的工具是一把大锤子 阿瓜一拿到锤子 就开始锤钢板 一会就锤出一个大洞 又用镊子和铁棍把洞口弄得更大 这个大小刚好能让阿瓜爬出去 但是还有三层防线还得继续努力 你们猜 阿瓜能顺利逃出吗 你看过这样的挑战赛吗 阿呆和阿瓜分别关在两个坚不可摧的牢笼里 他们要想办法从里面逃出来 第一个逃出牢笼的人有十万美元的奖金 你支持阿瓜还是阿呆呢 本以为阿瓜可以逃出去了 没想到外面还有三层防线 这真是比密码箱还要安全啊 这个时候土豪哥及时送上救命稻草 一把角磨机 阿瓜拿到角磨机后 就开始磨外面的铁丝网 阿瓜很快就磨开了一根铁丝 结果角磨机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直接阵亡了 他只能重操就业 继续用镊子夹 他找到了办法 速度比角磨机还快 一小会就把铁丝网剪断了 接下来就要逃出去了 让我们来看看阿呆这事在干嘛 他拿着角磨机在顶端作业 他这是打算把整个铁板搞下来吗 那么这两人到底谁会第一个逃出去呢 以为阿瓜那边能顺利逃出 结果又被最外面的铁链和红绳拦住了大头 他只能继续拿起大锤子敲打铁链 而另一边的阿呆已经把铁片撬开了 就连里面的胶盒板都被他撬开 原来靠蛮力也是有好处的 比赛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谁将成功逃离呢 阿呆还是阿瓜呢 让我们恭喜阿呆顺利逃离牢笼 他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 如果没有这些铁链 阿瓜会更早逃离牢笼 可惜没有如果 如果让你来挑战 你会靠脑子还是靠蛮力